声声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5 seconds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26日星期二 能力3月26日 我是哈士奇 我是Kiki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 分别是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念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题 分别是网视如风 情感夜线 津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二的节目 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评书连载 西雅图少年说 台长信箱 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息 心灵感弯 和微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 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 医院畅谈 跟我学历语 吃喝玩了西雅图 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HDFAM98.9 Channel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 请下载 Channel3 西雅图 或者下载 KKNW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美国和盟友计划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超过40多个国家 同意组建乌克兰联络小组 计划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武器 和人道主义援助 德国政策发现逆转 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这些信号均表明 人们对外交进展感到失望 乌克兰战争正在进一步升级 可能会成为一场 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持久战 莫斯科指控西方发起 大理人战争重提核战争威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西方国家重型武器的涌入 实际上是推动乌克兰破坏 与莫斯科的和平盘盘 拉夫·罗夫称 尽管这种可能性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 但发生核战争风险已经增加 因为北约通过代理人与俄罗斯交战 因为代理人提供武器 此外 俄罗斯切断了对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天然气供应 波兰是北约成员国 也是西方武器进入乌克兰的首要管道 国特雷斯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川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 允许联合国和红十字会 从马里乌波尔钢铁厂撤离平民 会前 普京坚称俄罗斯一直在提供 可通行的人道主义走廊 并断言 国特雷斯被误导了 这一出法被乌克兰官员否认 普京表示 希望和谈能够有一些积极的结果 但结果不解决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领土问题 将不会与乌克兰签署安全保障协议 德尼斯特河沿岸地区连续第二天发生爆炸 目前尚不清楚爆炸的幕后主使是谁 德尼斯特河岸沿当局指责乌克兰 而乌克兰则指责俄罗斯策划了爆炸 德尼斯特河沿岸地区是乌克兰西南部邻国 摩尔多瓦的一个由墨西哥支持的分离地区 至少有12000名俄罗斯军队驻扎在这里 当前局势令外界担心战火可能蔓延 下面也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42度摄氏6度 明天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最低气温华氏42度摄氏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7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小骂大帮忙 亲北京的多维新闻为何突然营运 据法广报道 由海外媒体今日以金船来指 经营多年对象指向海外的多维新闻网 突如其来停止运作的消息 多维亲北京自不言带 也被视为是中共大外宣的重要力量之一 中共在大外宣领域投下重金 多年来并会取得显著的效果 除了身在海外 先向北京 不读外媒 沉浸在中文官方话语系统的爱国者 大多以三心而异 甚至弃之而去 光说假话虚话 吹捧当局的话不是新闻 久而久之 市场便十分的稀薄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多维新闻于1999年 由海外民运人士何平创立 2009年被亲共港商余平海收购之后 编辑方生大变 且把原来在纽约的编辑迁往北京 被外界标签为中国政府的大外宣 据指 于平海在收购多维之前 曾进入北京大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 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 分析人士指大外宣也有细分 一种是官媒直接外派 一种是中资在海外投资的媒体 还有在海外帮助北京从事宣传工作的力量等等 有些甚至带有国安机构的背景 民意是做新闻 实质是为当局帮贤 在海外除了特定的圈子 其实市场是十分的有限 一些亲北京的对象指向海外的媒体 也试着突破官媒的束缚 探讨一些空间 道岛上有时采取被形容为 小骂大帮忙的策略 借以扩大影响力 也扩大本身的生存空间 多为当属刺利 但更精确地形容 因属小意大帮忙 小骂四眼难以被目前的北京当局容忍 远的不说 就以近期多维网 对上海清零的报道 就有探究如何治理疫情更好的意思 文章自然被都披着光面躺亡的官冒 先称颂一番习事治理有多么的有效 然后引出一些具体的不足 提出完善的策略 可以视之为献祭 比如对于上海封城 百姓们怨气冲天 多为也载闻质疑封城 称无不是今日封五城 明日封十城 得意稀安寝 而新冠又质疑 结果企业倒闭 生产停产 民众失业 房屋断供 如今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人们最大的恐惧 已不再是新冠病毒 而是更加棘手的生活失去 经济压力等问题 开文呼吁 中国到了必须进行防疫路线 自我审视的时候 海外有一些背景模糊不清的中文网站 有被指反习不反共的 有些政治观察人士 试图从窥测一二中 中共党内斗争的情形 都为应不应算入此列 但该刊也有文章 被形容逼宫高级黑的 英国人权组织报告指 香港新闻自由完全被摧毁 列出众多势力佐证 未来又会有更严厉的法力 香港监察呼吁国际社会 向面临被捕风险的香港记者 签发紧急旅游签证以及证件 继续向香港政府施压 并考虑制裁措施 英文人权组织香港监察 最新的研究报告指 香港新闻自由状况非常严峻 几乎完全被摧毁 令其北京传媒有更大的空间 香港监察呼吁国际社会 加强监察形势发展 以及就侵害新闻自由 和言论自由的行为发声 因为面临被捕风险的新闻工作者 提供逃生的出路 名为站在抗争前线 香港新闻自由遭受的各种打击的报告 访问了十多名正在流亡的新闻工作者 并综合外界报告指 香港政府透过不同的方法 打压新闻自由 包括警方向记者使用武力 搜查新闻编辑室 多间独立新闻机构倒闭 香港电台管理层重组 记者在严苛的法律下被捕 阻挠外国记者申请签证 以及限制查阅公务记录等 报告又指香港将会设立一条假新闻法 将会更加打压仅存的声音 报告引述前香港无线电视主播王俊燕 一次经历自我审查的情况 指2019年11月时 民主党议会赵嘉贤被一名男子咬掉耳朵 但编辑提供了供稿 竟然说赵嘉贤的耳朵是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情况下 自然的掉下来 王俊燕说编辑不希望报道任何清政府人士的暴力案件 他一提到 新闻台要求主播称示威人伪黑衣人 不可以报道他们的记者会 但就会完全直播警方的记者会 报告称 记者在2019年报告示威受到暴力对待 另一些人觉得他们是被针对 一名为南华早报的摄影地者说 一群记者在休息期间除下防护装备 突然警方对他们正面发射催泪弹 警方对媒体的恨意令他感到震惊 报告指出独立传媒消失 令亲北京媒体有更大的空间 去为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政府做政治宣传 以及微笑批评者 例如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及前立场新闻 副采访主任陈朗生在去年8月旨 得知自己被大公报跟踪 其后就有报道指他嫖记 但他否认指控 香港警察行政总裁兼报告作者 罗杰斯呼吁国际社会政府采取行动 要求香港政府维护受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 同时国际社会应考虑释放在求记者 及传媒管理层 包括在联合国相关机构提出 他抑制国际社会应该考虑制裁措施 例如制裁在英国有物业 或有份打压香港自由的香港格关 中国数十层是封城拖累经济 国际团纷纷下调中国的GDP预期 受中国人口最多 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 近一个月的封城对经济的拖累 国家投资银行一周内 调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据美国商业电视频道CNBC报道 他们跟踪的九家金融公司 对中国今年增长做出的预测中 中值为4.5% 远低于中国政府官方5.5%的增长目标 野村证券预测的增速最低 只有3.9% 低于该公司之前预测的4.3% 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陆廷 在上搜3的一个报告中表示 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导致对整体经济供应中断 那些实施全面封城或部分封城的城市 影响更为深重 供应链受到严重的冲击 再加上收入减少和不确定性增加 可能会进一步的削弱房屋 耐用商品和资本产品的需求 今年3月以来 中国许多地区的疫情迅速蔓延 目前尚有20多个城市处于全面封城 或者部分封城的状态 其中中国金融和贸易中心的上海影响最大 上海封城将近一个月 但何时结束仍然不明朗 在这9家金融公司的预测中 瑞银集团预期减少的幅度最大 约为0.8% 从原来的5%降低到4.2% 其次是美国银行 将预期降至4.8% 削弱了6% 安联贸易星期三将预测预期 从4.9%降低到4.2% 而几个月之前安联财将预期 从5.2%降到4.9% 安联还预期如果上海封城 上海封城持续两个月 而且其他大城市也受到封城的影响 增长将降至3.8% 上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今年第二次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从4.8%下调到4.4% 今年1月 该组织将去年10月 做出的5.6%的预期 下调至4.8% 今年4月18日 中国公布第一季度GDP增长 高于预期的4.8% 工业产出和固定资产投资 也高于预期 不过同一天 摩根大通便将全年的GDP预期 从4.9%下调到4.6% 摩根大通估计 占中国GDP25%的地区 自4月份以来 处于全面封城到部分封城的封控状态 同样在4月18日 英国巴克莱银行 应估计 疫情封控将持续一段时间 也将预期 从4.5%下调到4.3% 此前 摩根斯坦利 3月31日 已将预期 从5.1%削减到4.6% 北京推动大公布核酸 试图避免封城 北京的大公布核酸检测 比上海更早更快 致力在限制出行前 摸清传播范围 官员们承认 奥密克戎已突破北京防线 在被发现前 可能已传播一周 尤其是在人口 密集的朝阳区 在上海的前车支援下 北京官员视察菜市场 并释放政府储备鸡蛋 试图让公众 不要担心供应问题 此外 北京正在为 愿意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提供越来越慷慨的奖励 生活不能因为封锁而暂停 上海人自发 组成制限者 帮助社区居民 上海的病例激增 已经让该市 5万名居委会工作者 不堪重负 居民难以获得食物 医疗甚至宠物护理 在愤怒和沮丧中 一些人决定自己行动起来 自愿为那些中共无力 或不愿帮助的 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尤其是老年人 在上海 每三个人中 就有一位在60岁以上 北京封城可能性 引发供应链混乱 担忧 封锁的可能性 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焦虑 全球供应链 已经大流行停工 和乌克兰战争备受压力 中国的封锁 带来了进一步挑战 导致商品的经济 加剧和价格上涨 加剧了全球的通胀 广告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您有旅行计划吗 请记住 Real ID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 在华盛顿州生效 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 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 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 那么这会影响你吗 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 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 但您或许可能需要 获得新的身份证件 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 想知道更多 请到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没时间去超市 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We 今月下单次日达 满35元即可免命费 新鲜果蔬 海鲜入品 方便素食等品类抽全 还有爆款零食饮料 来We 一站式轻松选购 足不出户 也能实现美食自由 赶紧登陆 WEE官网或下载APP WEE 新用户可领起现实20刀新人红包 油价这么贵 未来帮您省油费 您正在找工作吗 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 或者可以在家工作 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 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 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 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 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 这些通常都是诈骗 因此 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 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 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 网址是 Reportfraught.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其网址宣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世界首富收购推特之后 全球二富质疑推特涉化内容的政策 是否会发生改变 推特董事会宣布接受亿万富翁 伊隆马斯克以440亿美元全资收购推特之后 各界对在中国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的 马斯克未来会不会在推特有关涉化内容的政策上 做出改变 陆续表达出程度不易的关切 亚马逊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就在推特上贴文 质疑马克思未来会不会让中国在推特这个自由的社媒上拥有某种程度的筹码 推特自2009年开始就在中国被禁止 但是部分中国异议人士和网民还是可以通过翻墙软件绕过防火墙 在推特上看到被中国官方屏蔽的内容 比如新闻和评论 推特同时也被禁止在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在推特上发布政治宣传或虚假信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外交部长库列巴以及国防部长列兹尼夫见面 这是自从俄罗斯2月24发动对乌战争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美国级别官员 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官员们说 美国外交部门这个星期开始返回乌克兰 先回到西部城市利沃夫 最终返回省都基辅 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 这是为了强调我们对乌克兰的承诺 我们将寻求尽快让我们外交官重返基辅的大使馆 外交官们返回乌克兰被视为在俄罗斯炮轰几乎两个月后 这个国家开始出现了一些安全的景象 私人宇航员举主团安全从国际空间上返回 第一支飞往国际空间站的全部由私人宇航员组成的团组 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州大西洋沿海安全降落 这个团组在两个星期的飞行中完成了科学使命 被认为是人类商业太空飞行的一个里程碑 在有四人团组的SpaceX舱室在美国航空航天局退休宇航员的指挥下 从轨道上降落16个小时后张开降落伞降落在海上 在太空时代60年前降临之后 本次降落是最近一系列火箭驱动探索的最新最有雄心的一次 而且是由私人投资资本和富有乘客出资 没有使用纳税人的钱 这次使命的团组全部由休斯顿成立五年的Axion公司集中装备和训练 并由美国航空航天局前国际空间站计划经理领导 Axion还与航空航天局签约建造国际空间站的首个商业添加 并最终将取代国际空间站 美国总统拜登选择在4月22日地球日这天 掀出一项行政命令 保护美国一些最大和最老的数目 拜登说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节点 环境危机已经变得如此明显 前总统是显著例外 我们真的只有一次机会 去做我们两年前五年前和十年前无法去做的事情 拜登总统在访问华盛顿州期间签署的这项命令 这项命令将要求国家三年局 土地管理局和国家公园局 查明老树面临的诸如野火和气候变化等威胁 并制定策略来保护这些老树 老树是抗击气候变化的盟友 因为他们吸走了大量的助长全球暖化的二氧化碳 科学家说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清除和封存二氧化碳的系统 包括红木林 最近几年来数以千计的美国红木被毁 新闻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4月26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8110万0497人 新增58135人 死亡99万1938人 新增366人 截止到4月24日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病例为148万9316人 三天新增5984人 死亡12668人 三天新增11人 其中金高底确诊人数为391425人 死亡2719人 PS高底确诊人数为19437人 死亡1394人 Snowholmesh County确诊人数153902人 死亡1137人 Snowken County确诊病例124728人 死亡1370人 Clarke County确诊人数89279人 死亡796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71800人 死亡787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52622人 死亡468人 Postor County确诊人数47508人 死亡413人 目前华州因新冠病毒住院60107人 西亚图海湾人队主教练 布莱恩斯·梅测尔指出 俱乐部首次进入中北美 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冠军联赛决赛 对球队来说意义重大 Souders将在周三晚上 在墨西哥城举办两场决赛的 第一回合对阵Liga MX俱乐部美洲师 西亚图将于5月4日举办第二回合的比赛 根据2008年采用的现行格式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没有一支球队赢过冠军联赛 西亚图是第五支进入决赛的MLS 球队 据西亚图警察局称 周六晚上一名男子在西亚图 英特拜社区撞死一名行人后被捕 据澳本警察局称 这名33岁的嫌疑人被确认为 修班的澳本警察迈克尔·史密斯 警方在晚上11点前 对15Avenue West和Galman Drive West的交叉口 做出了回应 在街道911呼叫者报告 一名驾车者撞到行人后 为期11天的第48届西亚图国际电影节 于2002年4月24日闭幕 电影节的金太空真奖颁奖仪式 于24日中午在西亚图凯瑞大酒店举行 西亚图本土电影《Know Your Place》获得金太空真奖最佳影片奖 华人导演Iva Lee导演的电影《She》 荣获Future Wave的短片奖 由金华青导演的中国电影《江洪森林》 荣获评审团纪录片的特别奖 由奥地利、法国、比利时和台湾合拍的电影《金钱男孩》的导演 CBE获得最佳亲近导演特别奖 另外中国电影《一秒钟》导演张艺谋获得最佳导演提名 参长本届西亚图电影国际电影节的十部华语电影中 有四部获奖获得提名 在近年的西亚图国际电影中实属罕见 这代表着参长的华语电影的整体水准有所提高 为期十一天的第四十八届西亚图国际电影节 于2022年4月24日闭幕 电影节的金太空真奖颁奖仪式 于24日中午在西亚图凯悦泰酒店举行 西亚图本图电影《Loyal Plus》 却获得金太空奖的最佳影片奖 华人导演Ava Lee导演的电影《She》 获得Future War短片奖 由金华清导演的中国影片 《江红森林评》或宁审团纪录片特别奖 由奥地利法国比利时台湾和拍的电影 《金钱男孩》由导演CBE 获得最佳新进导演特别奖 另外一个中国电影《一秒钟》导演张艺谋 获得最佳导演提名 参战北界西亚图国际电影节的十部华语电影中 有四部获奖或者获奖提名 在最近的西亚图国际电影节中 实属罕见 这代表着参战华语电影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亚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42度摄氏6度 明天请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最低气温华氏42度摄氏6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亚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亚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ng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新鲜的青草味 鸡掌的声音 清脆的鸡球声 是时候向前迈进 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 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 那就要为他们接种COVID疫苗 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 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我们做得到 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下面也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4月27日凌晨3点 2021-22赛季欧冠半决赛 首回合一场焦点战 展开争夺 曼城主场4比3立刻皇家马德里 德布劳内传设 热苏斯福登和贝尔纳多进球 本泽马没开二度 威尔修斯过门 这是两队第七次欧战交手 此前六战分别是取得二胜二平二负 曼城此前11次欧战主场 对阵西班牙球队获得六胜三平二负 而黄马此前二十次欧战作客 英格兰取得七胜五平八负 福登马赫雷斯贝尔纳多和斯东斯 轮换出场 黄马轮换五人 威尼修斯克罗斯摩德里奇 文迪和卡瓦哈尔出场 最近时间4月26日消息 202112赛季CBA总决赛第四场 辽宁队100比82击败广下队 则比分4比0 横扫对手夺冠 这是辽宁队史第二次获得CBA总冠军 第七公一亿的辽宁队 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第一节就领先13分 半场结束时已经领先29分之多 第三节后半段辽宁队就派上了全华班 末节比赛没有任何选念 广下也早早换下了孙明辉 最终辽宁队大胜广下二度加冕 CBA总冠军 新浪体育4月24日训 热火坐镇主场迎战老鹰 最终热火以97比94战胜老鹰 本场比赛中 奥拉迪波得到24分 一个篮板和三个助攻三个抢断 阿德巴约贡献20分 11个篮板四次助攻 一个抢断和一个盖帽 希罗砍下16分 一个篮板四个助攻 两个抢断一个盖帽 老鹰方面 昂特转获35分 11个篮板 两个助攻三个抢断 加里纳利入仗12分 科尔特砍下12分 一个篮板三个助攻 两个抢断和一个盖帽 新浪体育4月26日训 独行侠坐镇主场迎接爵士 最终独行侠以102比77击败爵士 本场比赛中 东七奇 斩获33分 13篮板 五助攻 一盖帽 布伦森 贡献24分 五篮板 四助攻 一抢断 芬尼史密斯 拿下13分 五篮板 四助攻 一抢断 决士方面 克拉克森 斩获20分 四篮板 三助攻 两抢断 叶伯特 斩获17分 11篮板 一抢断 豪斯 入仗 8分 四篮板 一盖帽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下跌809.28点 跌幅为2.38% 收报于33240.18点 纳斯达克纵合指数 下跌514.11点 下跌3.95% 收报于12490.74点 标普500指数 下跌120.92点 跌幅为2.81% 收报于4175.20点 接着发稿 黄金属市场方面 COMEX黄金期货 下跌4.7美元 报收于美欧斯 1900.8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 报收于美桶 102.42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 报收于美桶 105.82美元 比特币收报于 38396.25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 截止头发稿 上证指数下跌8.26点 收报于2878.16点 香港核生指数 下跌112.94点 收报于19823.40点 至今指数下跌 501.32点 收报于26198.79点 美元兑人民币的 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55.74元人民币 自马斯克 4月4日来 宣布他增持 推特公司以来 这家电动车巨头 已经蒸发了 2500亿美元 而马斯克 持有的17% 特斯拉股份的价值 也缩水约 420亿美元 这个损失 已经接近 他对推特的 升购价 美东时间 4月26日周二 美国参议院确认 莱尔布雷纳德 为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 布雷纳德 以52比43投票结果 得到确认 在四位美联储提名人选中 率先过关 巩固了其作为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重要副手的地位 现年60岁的布雷纳德 一度被拜登 考虑为美联储主席人选 直到后来 选定鲍威尔游人 美国网红在线券商 Robinhood 正在减少人员的配置 理由是在去年快速扩张后 出现重复的职位和工作职能 此剧将影响 约99%的全职员工 Robinhood报道称 截至12月31日 有3800名全职员工 该公司拒绝提供 有关被解雇人员 确切忍出的更多细节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哈士奇和Kiki 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 是有新闻 路易 葵宇帆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纳微博帐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是家庭生活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Lisa 你有旅行计划吗 请记住 reel behind